是因为我们有游泳池 然后是露天的 然后进去要登记 结果住户游一游 一睁开眼睛 就发现一坨纸 飘在前面 超生气 马上起来抗议 然后那时候阿姨又不在 就要马上处理 就先把 就只有你去处理 先把塞捞起来 首先第一位黄婷小姐 你好 黄婷小姐做的是社区秘书 资历四年 什么社区秘书 社区秘书就是 就是现在有那种豪宅 然后或者是 比较大型的社区 有很多公社 然后或者是比较多 对 物业管理 就是需要很多杂事 每天在工作 不是就是主任吗 什么之类的 他们现在可能格局 在分细一点 对对对 就是比较多娱乐啊 就是 娱乐 所以晚上 就是 没有 他们还有那个 什么牌子 什么卡拉OK啊 什么麻将间啊 是哦 所以说我们晚上 我跟你讲 我晚上我六个朋友来 你 就是要预言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业 转到这个 我本来是学生 然后高中毕业 就考到夜校 就想说白天不能没事 不然会花很多钱 对 所以就去找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 就刚好就是 时间很固定 钱也固定 嗯 然后很缺人 为什么缺人 为什么 因为他还要清醒游泳池里面大便 超恶 超恶 怎么会这样 谁在里面大便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吗 是因为我们有游泳池 然后是露天的 然后进去要登记 结果住户游一游一睁开眼睛 就发现一坨纸 飘在前 我超生气 马上起来抗议 然后那时候阿姨又不在 就要马上处理 就先把 就只有你去处理 先把晒捞起来 晒捞起来 他还好不是起来换气哦 哇噪 一股客气 他还好 雪椒 还好 还好 雪 你应该看清楚 有了有有 他以为是巧克力哦 吃之后才知道 哎呦 服很好啊 巧克力齐 所以你要自己捞哦 没办法 因为就是当场要解决啊 有没有追查的时候 到底谁 有我就因为很想知道 而且在露天 有那么多人怎么大 我就是心里就一直在想说 拿去化验 对 他怎么作案 就拿去化验 我想说应该是女的 最后推算 因为男生穿泳裤要整个脱掉 比较很明显 女生妈妈不都穿那种 温泉的脸身 把那个拨开 还要自己推理 然后住户来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有肚子痛啊什么 没人承认 那谁会承认啊 谁会承认啊 模样样 是我 你猜对了 猜猜我昨天出什么 所以送你一坨 太缺德了 当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受气 有一个住户他不知道钥匙怎么用开门 然后就打不开自己家里的门 就报警 以为是有人招小偷 就是他家招小偷 他开不开锁他以为小偷来了 他以为小偷在里面 他都开不开了小偷怎么进去 他自己家里的钥匙不会用 不让他进去 对 他以为这样 对 然后就报警了 然后闹很 结果是他自己的操作 那些PE小组都到了 主机枪都架了 你这社区是住什么人啊 奇奇怪怪的 豪宅 豪宅人 有钱人都比较贵 然后又是 就是在那个边疆地带 也不是边疆 边垂地带 哪一区 淡水 淡水 这个地方 台北市边垂 就是比较他们就是假日啊 什么才去就比较少去 所以比较不知道怎么游 难得去一次就大个便 对不对 因为开车是塞车嘛 倒得起气的 急着要游泳 然后一跳进去水一冰 然后又上去了 然后你赶快拿钥匙 哎呦 呦 老婆 同一个人 这个人也太精彩了吧 同一个人就太凌了 OK 这样子哦 然后他们报警 报警警察来 然后呢 最后怎么解决 他开了 就发现对啊 然后他就装没事 那还可以装没事 那警察来的是 怎么样 他就是因为豪宅啊 你知道 有一点钱 嗯 你的住户 音响没有插电 那你在台风天 你要赶去那边 干嘛 帮他插电 就是他以为是坏掉 你们住户是白痴还是 不知道嘛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 我就在用那个的啊 你在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故障的时候 你会先去检查店员 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个 反正 一个流池 尝试 对 流池 你是社区看护吧 你们社区住的都是有问题的 社区秘书就是要做 就扎事很多 对对对 而且事情都很怪 对 你们那边还有三温暖吗 有 我们有 十四十五个公社 你在三温暖还要负责老太太 还活着吗 对 有住户来抗议说 有人在里面昏倒 我们都不知道 结果我们去看 我就叫那个阿嬷 她就只是躺着 休息 对 而且重点是住户 住户发现有人昏倒 她自己不去确认 她把我们当救生员在用 对啊 她自己不去确认 还要先打个电话 叫她过来 那不是很奇怪吗 半小时都要顾一次 就 她就因为她在看一次 就五分钟要可以看一次 五分钟要去看一次 这样 只有你们这个社区很缺秘书 都到隔壁秘书 不会长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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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一次而已 对 长长大那个东西 才得了啊 那有没有住户这个 送花给你 送饮料给你 有送饮料的 然后就是会送珍奶什么 可是我不喜欢吃珍珠 所以我都不会送 她应该是大便的那个 要迷腐作 迷腐她大便 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考虑这事情 那个大便现在可能也在看 你给我讲出去 送给你的 以后不要随便拒绝 可是 可是拿了吗 你就收下来转送别人 等一下 我们现在办案 请问 是 送饮料是在大便之前还是后 我这次想不起来 如果是之前的话 有可能 这动机 动机 动机 转 直搬的时候 她大便也很牺牲 为什么 会吗 还好耶 用个力就可以了 可是在外面大便 如果是我搭不出来 我们可以 没有 而且在游泳池里面水上飘 没有 对 水里大便 尤其有蛙特别好大 一夹 你是走那种 蒸鸡消脂呢 还是哪一种 对 蒸鸡剪脂 然后线条跟生长 是我的专场 线条 线条 因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 线条 线条 那你可以长 側面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側面吗 有 会拍 得了 曲线非常的漂亮 来 请看照片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哪一个木头 这个是狐狸 狐狸很好用 对 狐狸 狐狸 两个都是我 上课都会用的 所以比较多功能的训练 你很适合这个动作 狐狸 对 那个动作很棒 对 剪脂 剪脂非常有效果 还有线条的部分 做下去 我跟你讲 真的 你刚刚拿着那个 对 所以不是拿公式包 你拿公式包 你拿公式包 请问你在哪里教学 我在板桥府中的蜗菌 对 我在蜗菌 板桥府中店 但是很多人 从台中桃园来 上语的课 对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从桃园专程 来找我上课 那为什么要这样 就对我很支持 对 慕名而来 就比较信任我吧 因为他可能 不习惯别的教练 对 然后习惯我教他的方法 这样 一定喜欢的 方便 但你有教过那种 就是 其实跟健身是 搭不上的那种 从来没有健身过的那种 就比如说很胖 或者就是 有 就是有一个学生 刚来找我的时候 他体脂肪将近三 相近快三十趴 那很高 三十啊 对 三十趴 这么近了 对 所以就是后来找我训练了 一年后 大概半年之后 就开始有点变 然后一年后 现在的体脂肪率 已经降得到十二趴 十二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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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不过因为他真的前面 很认真的在增肌 他真的没有想着 看我来看 在增肌 就没想着 就没有想着 看我 这样的 回来 中文字幕 例如 你 那样的